二十号下午四点多 彰化一间家具工厂发生的大火 从空中往下看 像极了火山爆发 也引发了许多民众驻足观看 而同一时间 基隆一处废弃的车厂 也传出了火警 好在警消在十分钟之内 就火势扑灭 而不幸中的大幸事 这两场注农之灾 都没有人受困和伤亡 画面中的厂房 窜出浓浓黑烟 活光在烟雾中越来越大 快要把整个天空都覆盖住 从高空往下看 就像是火山爆发 所见之处都成灰烬 许多经过的民众 被这一幕吓坏 纷纷停车观看 二十号下午四点多 彰化鹿港镇南桥 向一家家具工厂发生火警 厂内摆放大量家具及木材 造成火石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现在运用空拍机 救灾机器人来协助救灾 经销货报后 立刻调派大批人员前往现场维持交通 并不水线灭火 耗时近一个小时才控制火事 同一时间 基隆市巨贤路一家飞气汽车处理厂 传出飞气车起火燃烧 大火团团包住整台侧翻的箱形车 烧到只剩骨架 还不停冒出浓烟 一旁堆叠的大量轮胎 汽车零件也散落一地 初步了解疑似是人员切割车体时 喷出的火花不慎于车内燃料和残留 易燃物互相作用才导致起火 原本回收厂员工试图自行灭火 但眼见火事不减 反而越烧越旺 吓得赶紧通报消防人员 所幸这两场驻龙之灾 都无人受困及伤亡 后续的详细起火原因还有待厘清调查 记者综合报导